朋友们好,这期继续分享遨游第190篇,圣灵云心中却都是欢喜,陆宇喊出的这一声罢,就是对自己最纯真的爱,也是对他最真诚的爱。 陆宇这小子果真是深不可测,难怪在官场上能够做到众横百合,让那么多老尖巨滑的狐狸们一个个倒下。 爸,圣东风忍不住带着感慨的语气说道,爸,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觉得你在说陆宇是小狐狸呢? 圣灵云因为不好意思,故意假装撒娇的语气说道,哈哈,圣东风忍不住大笑,对圣灵云说道,我女儿都开始替陆宇说话了,看来对陆宇爱得越来越深了。 圣灵云被父亲说道的些害羞,就娇撑着说道,爸,你惊逗人家,人家就是说一句客观的话而已。 你觉得陆宇不是一只小狐狸吗?圣东风笑着问完,挂断电话。 圣灵云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脸上都是羞红和复杂,想到陆宇在官场上的崛起,的确就像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滴滴,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是陆宇打来的电话,圣灵云心中都是慌乱,下意识地接通电话喊道,有什么是小狐狸? 嗯。圣灵云呼喊出,来整个人就有些尴尬,脸红得多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陆宇在另一边听得有些稀里糊涂,忍不住问道,老婆,你喊我什么? 圣灵云听到陆宇很自然地喊自己老婆,心都有些凌乱,被幸福甜蜜包裹,又有些害羞。 陆宇没有听到圣灵云的回应,就说道,你刚刚喊我小狐狸,那你是女狐狸吗?那你岂不是女狐狸精了? 圣灵云听到陆宇一连串的询问,也冷静下来,成熟美丽的玉姐风范又拿了出来,冷哼哼地对陆宇说道,原来我在你心中,就是个狐狸精啊。 陆宇被圣灵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纠正道,你在我眼中是高贵的玉姐,我的女神。 圣灵云被陆宇夸奖的脸都有些红,心中美滋滋,可他故意很傲娇地问道,那萧梦辰他们呢? 陆宇听到圣灵云询问,想到那天大家在家聚餐,说清楚的几个女人关系,萧梦辰的问题又有些让他无言以对。 我看你就属于花言巧语,就是一只小狐狸。 圣灵云没有听到回复,故意称怒,对陆宇责备。 陆宇心中无奈,于是就对圣灵云笑着说道,那好吧,我就当一只小狐狸了,你们都是我的狐狸精,去你的吧。 圣灵云对陆宇娇媚的责备。 我刚刚给爸打电话了,已经告知沈万青出手,准备要对月氏集团进行反击。 陆宇已经说起了正事。 圣灵云听到陆宇说起正事,也收起了内心的娇柔和害羞调侃,对陆宇说道, 沈万青这次操盘,有足够的资金吗? 陆宇,我没有了解过,我估计那些人应该会给他足够的资金。 该不会再疯狂地融资吧。 圣灵云还是带着提醒地说了一句。 沈万青这个人我了解,他虽然敢于融资,但他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底气。 陆宇解释, 我当然相信你的看人眼光,只不过我想提醒你,有些事情还是要多守准备。 毕竟月氏集团与盛世集团这场股市之争,很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那个时候可不是你能够控制住的。 圣灵云恢复冷静后,也变得似乎睿智了,对陆宇充满了担忧。 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之所以不让盛世集团反击,也是想让月氏集团能够适可而止。 却没想到月氏集团在月绍云被我抓起来的情况下,还如此疯狂,似乎都有不管月绍云的命运。 陆宇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恼怒,显然也是出乎意料。 他们是不是疯狂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冷静,一旦这件事掌控不好,引发连锁反应,经济波动,你到时候可能要承担的责任很重。 圣灵云稍稍沉思片刻,又满脸担忧地说道,陆宇,你一定要谨慎,要是引发大的经济上斗争,恐怕你的位置都保不住,就会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为了你,就算是我没有命,我都心甘情愿。 陆宇的语气极其严肃认真,充满真情。 圣灵云的心就是一软,甚至充满甜蜜,不过还是很冷静对陆宇说道,你还是要冷静一些,有些事情,适可而止。 在官场上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只要涉及到我亲人朋友的事,我一定不会适可而止,我一定要让对方付出惨痛代价。 陆宇的语气冰冷,透着不可一世的霸气。 圣灵云听着震撼,更是感觉自己就像是有个强大的靠山,将他紧紧地保护住,给他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安抚。 你就不用担心了,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会通知你。 陆宇说完,挂断电话。 圣灵云听着手机里的嘟嘟声,又是幸福又是担忧,他很害怕这一场斗争会让陆宇前途近毁。 陆宇拿着电话,犹豫片刻,并没有给沈万青拨打电话,而是挂断电话,继续忙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依然是他的原则,相信沈万青一定会给自己惊喜。 转眼就到了下午一点钟,股市又重新开始了,而整个股市上的波动和厮杀依旧是非常的惨烈。 圣市集团接连发出两个公告,一个是告诉外界,圣市集团公司内部没有任何问题,股价波动属于正常波动。 另一个是告诉外界,圣东风要收购圣市集团的股票,而且立即购入收入。 一个公告没有问题,一个马上入市购入,就相当于是给所有股民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让整个圣市集团的股票市场,似乎又活跃起来,跌停板也打开了。 月航看着打开来的圣市集团跌停板股票,也是没有想到,他的脸上都是冷笑,呢喃地说道, 家有一老,果真是宝。 越家有老主越老,真是一点都不假,完全正确。 越航掏出手机,拨通电话,对着另一边自信满满地下达命令说道, 掏出圣市集团下一个重磅炸弹。 在圣市集团股票购买,渐渐开始有些量,甚至要逐渐放量的时候, 一个关于圣市集团的消息就在网络上传开。 圣市集团投资长行集团,涉嫌贿赂。 这个重磅炸弹一抛出来,圣市集团的股票又一次疯狂地被甩卖。 长行集团可是一个最大的建筑建设集团,甚至遍布全世界, 而每年竞雕长行集团的公司,举不胜数。 圣市集团与长行集团合作,已经有些年,双方的合作一直让很多人都羡慕极度。 越家抛出来的这个重磅炸弹,就是圣市集团一些人与长行集团的人吃喝玩乐的照片和录像。 这些消息一出来,顿时就让所有人也都格外地震惊和诧异。 没想到圣市集团也会做出贿赂的事情。 这让圣市集团刚刚营造出来的一点信心,消失殆尽。 很多刚刚买入越市集团股票的股民,更是一片哀嚎愤怒,充满愤怒。 圣东风看到这些消息,也是无比震惊,虽然公司管理有制度,不过有些公司员工为了业绩,背后有些合作,也的确是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过去,圣东风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有发现的会及时处理,却没想到,这次与长行集团的合作竟然自己不知道,被人曝光出来。 圣东风脸色极其难看,沉思着如何处理这件事。 未等圣市集团做出决定,长行集团已经对外进行了回应,涉嫌到的所有员工全部一律开除。 长行集团的决定,相当于证明这件事就是属实,这让圣市集团成为了众矢之地,所有人都等着圣市集团的对外公布处理方法。 月航看到圣市集团的股票又一次跌停,脸上都是得意,拿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此刻的他,就像是能够决定圣市集团的命运。 而此刻的月老,同样更是高兴游,遇片刻之后,他脸上都是自信满满地掏出手机,拨打了陆宇的电话。 陆宇看到是月老打来的电话,脸上露出了笑容,接通电话问道,月老有什么事吗? 陆宇,关于月少云的事,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月老的语气虽然很平和,透着高傲和命令。 陆宇倒是很淡定从容,对月老说道,月少云的问题将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处理,他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 月老的脸色瞬间阴沉似水,显然没有想到,忍不住冷笑对陆宇问道,陆宇,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吗? 陆宇当然知道月老说的是盛氏集团的股票市场,就对月老反问道,什么情况? 我觉得你应该到股市上去看一看,看看现在的股票市场是什么样。 月老的语气非常高傲。 我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工作都忙不过来,还有时间去看股市,你是想让我违反规定吗? 陆宇对月老反问。 月老被陆宇问得有些哑口无言,很是尴尬。 陆宇却很淡定,继续对月老说道,不知道股市上发生了什么,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对于我来说,无论股市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 月老听到陆宇这个态度,有些无奈,脸色极其难看,已经知道陆宇这是铁了心,要收拾月少云。 于是冷亨说道,陆宇,没有谁是菜鸟,你可要小心自己嚣张过度。 月老,你已经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对于我一个小辈进行威胁,你觉得自己不有失身份吗? 陆宇同样冷漠地对月老回应道,月老的脸色更加冷漠,也更加愤怒,对陆宇说道,你就等着盛世集团倒闭好了。 陆宇听到月老的这句威胁,反倒是笑着对月老说道,月老和盛世集团商场上的事,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我现在,对月少云完全就是从法律的角度,从政府的公信力角度来处理这件事,并没有私心。 你,月老被气得面红耳赤,陆宇这句话相当于给自己扣了一顶大帽子,对抗政府。 我知道你们月家很有钱很有权,可我不相信你们月家可以无视法律,可以无视政府管理。 陆宇说完,她的一声挂断电话。 她稍稍沉思片刻,找到汪诗诗的电话拨打过去。 有什么事吗?陆宇。 汪诗诗接通电话,就焦急询问,显得非常急迫。 陆宇猜想,汪诗诗肯定也是知道了眼前的局面,于是就对汪诗诗说道, 你将月少云的事情通过电视台曝光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 汪诗诗听到陆宇的这个安排,在电话另一端稍稍迟一片刻说道, 我觉得还是暂时不要吧。 陆宇知道汪诗诗是在关心自己,就对汪诗诗坚定地说道,必须要。 陆宇,你冷静一点,你为了一个月少云,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觉得合适吗? 汪诗诗的语气第一次变得有些严厉,甚至带着担忧。 我现在只想废掉月少云,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不管是谁,犯了错误,就一定要受到惩罚。 陆宇的语气格外坚定。 汪诗诗美丽的俏脸上都是焦急和无奈,忍不住对陆宇嘟囔道, 你这样看起来是很男人,不过我觉得你有些冲动,万一要是其他家族落井下石,万一要是国外的一些金融巨额参与进来,到时候,你怎么收场? 陆宇感受到汪诗诗的关心和关切,内心涌动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和凝重,依旧是非常坚定地说道, 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废掉月少云,你到底报道不报道? 汪诗诗听到陆宇如此质问自己,心又有些软了,对陆宇说道,你真是让我无言以对,我怎么可能会不听你的话? 谢谢。 陆宇说了这两个字,就挂断了电话,对于月少云,要让他彻底后悔。 汪诗诗的心情却是格外地凝重,眼中都是慌乱。 滴滴。 就在这时,汪诗诗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汪诗诗看到是自己姑姑汪竹烟打来的电话,连忙接通电话。 陆宇有没有疯狂? 汪竹烟开口问道,语气同样凝重,显得有些紧张。 汪诗诗听到汪竹烟的询问,脸上都是苦笑说道, 姑姑,你还不知道陆宇的性格吗? 她怎么可能会不疯狂呢? 她想要怎么做? 汪竹烟焦急地对汪诗诗问道, 陆宇让我们电视台把岳绍云的事情曝光出去, 而且还要曝光得非常彻底全面。 汪诗诗说话的过程中,语气都是无奈。 这个臭小子,他是不是疯了? 这不是要把马蜂窝捅得越来越大吗? 汪竹烟已经焦急地抱怨道。 汪诗诗也是无奈对汪竹烟说道, 我劝告陆宇了,可是陆宇这次很执拗, 甚至都要和我发火,我也没有办法。 哎!汪竹烟叹息一口气, 在另一边沉思片刻说道, 如果这次陆宇和岳家真的强烈冲突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趁机落井下石, 他们难道不畏惧陆家吗? 真的敢吗? 汪诗诗的语气中充满疑惑地对汪竹烟问道, 汪诗诗也是有些沉默, 姑姑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陆宇越是优秀, 嫉妒的人也越多。 毕竟官场是个金字塔, 越往上走, 金字塔的塔尖越小, 可竞争的位置越少。 那可怎么办? 现在的陆宇就像是疯了一样, 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规劝。 汪诗诗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好吧, 你现在就按照他的要求先报道吧, 至于事情到底如何发展, 我们只能是静观其变了。 汪竹烟语气都是无奈, 挂断电话, 脸上的表情极度地复杂。 汪诗诗也是有些担忧, 沉思片刻, 想要给肖孟臣打电话, 又忍住了。 汪竹烟此刻已经拨通了陆志国的电话, 是不是因为陆宇的事情? 陆志国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传来。 是啊, 现在陆宇已经要疯了一样, 他要让汪诗诗通过电视台 把岳绍云的事情曝光出去, 如果继续曝光出去, 白家会更加愤怒, 恐怕有很多人也会趁机落井下石了。 汪竹烟面对陆志国, 没有任何顾虑, 说得更加直白。 陆志国在另一端陷入了沉默, 很显然, 此刻的他内心也是压力重重, 这件事已经越来越激化。 汪竹烟这次破天荒地 没有催促陆志国, 也没有抱怨陆志国, 只是等着他回应。 让他尝试吧, 有些是早晚都要面对, 上一次在丰都县与霓洪超的竞争, 只是开胃菜, 现在才应该让他体验到 大家族之间竞争的残酷。 陆志国的语气中 透着一抹坚定和支持, 甚至还有一种霸气和灵力。 汪竹烟反倒是担忧地 对陆志国说道, 我担心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若是那个结果, 你们陆家损失得很大, 再说陆宇这么优秀, 与岳绍云那样的人渣对抗, 要是被废掉, 岂不损失了? 不值得。 陆志国听出汪竹烟的担心, 内心涌动的一丝感动, 就对汪竹烟说道, 陆宇也不是菜鸟了, 能走到厅极, 他如果这点能力都没有, 以后往上走也很难, 还不如就放开手脚, 让他去做好了。 汪竹烟听到陆志国 如此坚定地支持陆宇, 心中多少有些不悦, 你是不是因为觉得 亏欠陆宇的太多, 所以这一次就对他纵容了。 陆志国知道, 汪竹烟是故意 用这样的话语来刺激自己, 想让自己能够冷静地 看待这件事。 他于是就笑着对汪竹烟说道, 给陆宇一次机会, 让他好好地尝试一下, 如果真的到了不可收拾, 我这次可以放弃所有。 汪竹烟的心中咯噔一下, 他没有想到 这次陆志国会做了这样的准备。 陆志国目前发展非常好, 未来的仕途路非常宽, 以陆志国的官微官升, 还有陆志国的为人能力, 他很可能会走向更高。 可是为了陆宇, 为了这个儿子, 似乎这一刻, 他都决定放弃仕途。 你父亲能同意吗? 汪竹烟还是忍不住担忧地问道, 我也是陆宇的父亲。 陆志国简单的一句话, 相当于告诉汪竹烟, 他的这个决定不会改变。 汪竹烟的内心虽然充满了震惊, 但他最后还是压下了所有的一切, 对陆志国说道, 所有该我做的事, 我一定会做起来, 毕竟我是江东省的省长。 这件事情, 你和赵平书记就尽量保持沉默, 不要管太多。 陆志国的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不想让他们受到影响。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觉得我还会在这个官场上走下去吗? 你觉得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吗? 汪竹烟的语气中充满了责备, 还有不满, 就差直接告诉陆志国, 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这件事情你就尽量把握吧, 不要太为难了。 陆志国内心很感动, 他也不能再说什么。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反正在我心中, 已经把陆宇当成了我的孩子。 就算是有些时候愤怒地想把他废掉, 但我不忍心。 汪竹烟挂断电话, 眼睛都有些湿润。 他并没有给陆宇打电话, 对于眼前的局势, 他不想参与, 只是想让陆宇放心大胆地去做。 他想要看看岳家还会出什么牌。 此刻, 倪海川也在给父亲拨打电话。 爸! 这次岳家和陆宇之间的冲突, 我们是不是可以浑水摸鱼? 倪海川的语气中都充满了激动, 兴奋和渴望。 另一边的倪老并没有立即说话, 表情变得很凝重。 倪海川本来以为父亲会非常高兴, 没听到父亲的回应, 有些微微疑惑, 忍不住皱起没问到, 爸,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你只是看到这件事情的导火索, 看到了鹿鱼游可能会被废掉, 你想到过这件事情, 一旦控制不好, 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吗? 你老的语气倒是很平和, 只不过每一个字似乎都带着沉思, 还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倪海川也瞬间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并没有立即回应父亲, 而是也开始沉思起来。 过了足有半分钟, 倪海川对父亲试探地问道, 会不会因为其他家族都参与进来, 让这次的事情变得格外复杂? 这只是一方面原因, 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可这不是重点。 你老语气凝重。 重点是什么? 倪海川语气中充满焦急地问道, 重点是洗牌。 你老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 似乎身上有千斤重担, 顾虑重重。 倪海川也感觉自己心忽悠了一下, 似乎承受了莫名的压力疑惑问道, 能洗牌吗? 如果岳家和陆家真的死磕起来, 这两个家族将会是两败俱上, 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跳出来 分食两个家族的势力, 而在这其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家族会参与进来, 也不知道多少家族会被沉重打击。 你老对倪海川透着警告, 倪海川的眼底闪过了一抹精芒, 很快也是感受到了恐惧, 的确就是一把双刃剑, 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况且, 盛世集团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 如果陆家在帮助盛世集团, 陆语本身还有那么多支持者, 真的与岳家死磕起来, 还不知道会引起什么样的动荡。 海川啊, 你走到了今天这个高度, 一定要有大局意识, 你要知道任何的一个波动, 可能最后导致的是一个连锁反应, 这个连锁反应弄不好, 会让很多人万劫不复, 倪老的语气中透着一抹感慨和沧桑, 倪海川刚刚打电话时的那种喜悦 都已经淡了很多, 眼神中甚至还闪过了一抹 莫名的警惕和不安, 可她还是很不甘心, 就对父亲说道, 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要是把握好了, 这个机会很有可能会不仅洗牌成功, 更重要的是我们家能够获得好处, 甚至加快速度发展。 刀口填写, 你觉得铤而走险是好事吗? 倪老的语气有些严肃冰冷, 透着浓烈的不满, 倪海川顿时变得沉默, 不敢回应。 这件事不准参与, 在没有明显的胜负关系之前, 我们家不参与任何一方。 倪老说完挂断电话, 倪海川握紧拳头, 眼神中都是不甘, 还有种郁闷, 他本来以为这是绝佳的出手机会, 能够好好地废掉陆宇, 报复陆家, 却没想到父亲犹豫不决。 另一边的倪老, 沉思片刻, 找到陆老的电话拨打过去。 老你头, 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陆老接通电话, 笑着调侃。 老路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给你打电话不欢迎是吗? 倪老的语气中也同样充满调侃, 笑着问道。 不是不欢迎, 而是有些意外, 我还以为你这个老家伙, 这个时候应该会很忙碌。 哈哈, 你老大笑, 对陆老说道, 你就干脆直接说, 我在算计如何废掉陆宇, 如何打击你们陆家得了呗。 哈哈, 这回轮到陆老大笑, 他没有说话, 相当于是默认。 这次陆宇和岳家之间的冲突, 的确是打击你们陆家的好机会, 可我却并不想出手。 倪老主动开口说道, 陆老在电话另一端, 却是有些微微错愕, 完全没有想到, 老尼头, 我还真就没想到, 你会如此选择。 陆宇是个优秀的年轻人, 甚至我有些时候也羡慕极度, 对于当年红超被废掉, 我都有些郁闷, 但我知道什么叫可为, 什么叫不可为。 你老说的倒是非常平静, 还是需要我们这些老头子, 我们这些老头子, 尽管是有些时候会因为不合潮两句, 闹两句, 可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可以做, 什么叫不可以做。 陆老在电话另一端忍不住有些感慨地说道, 其实老岳头也是个能够看清这一切的人, 只不过因为老来得子, 对于这个儿子太喜欢了, 所以才会变得丧失理智。 你老也没有过分地贬低岳家, 还对陆老进行了规劝。 现在的事, 已经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事, 是人家肯不肯收手的事。 要不要我出面约老约头谈一谈, 帮你缓和一下。 你的心意我领了, 这次我觉得还是算了, 就让岳家好好地把他们的底牌都打出来。 陆老却拒绝了你老的建议, 表现得毫无拒异。 你老内心有些微微震撼, 他笑着对陆老说道, 我是真羡慕你啊, 有陆宇这样的好孙子, 竟然能够让你如此地淡定从容。 哈哈, 陆老也是大笑, 对你老说道, 陆宇反正这次在东厄市也快要干到头了, 那就让他好好地在岳家这里锻炼一下。 你老的心中翻腾了一下, 内心涌动的一种说不出来的震撼。 陆宇在东厄市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他在东厄市已经基本要完成使命。 现在的东厄市官场被清理干净, 东厄市的高速发展即将迎来, 这次与岳家的冲突, 恐怕也将是陆宇在东厄市的谢幕。 只是, 他没有想到陆家会如此大胆地让陆宇尽情对抗, 毕竟这次的对抗一个不好, 可能就会让陆宇万劫不复。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尼家做的, 你尽管告诉我就行, 我一定会不留余力。 收回心思的尼老, 对另一边的陆老语气很严肃认真的说道, 有你的这句话就够了, 对于我们来说, 后辈只有经历了风雨, 才能够更加茁壮地成长, 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陆老的语气中充满了期盼的感慨和期待, 就连尼老的情绪也有些微微被带动, 笑着对陆老说道, 你们陆家基本要实现了, 我们尼家的路还很远。 尼家有你掌舵, 我相信尼家也很快就会更上一层楼。 陆老这次是发自内心地对尼家肯定的, 谢谢你的这句肯定和鼓励, 哈哈。 尼老开心大笑, 挂断电话, 笑得非常开心。 关于这次陆宇与岳家的冲突, 他是真的不想参与, 只是他不想参与, 不代表尼家其他人不想参与。 尼海川此刻正在接听龙少的电话。 尼书记, 你的人也不行啊, 在东阿市当着一把手的市委书记, 反倒成了陆宇的陪衬。 龙少的语气充满了嘲讽和鄙视, 对尼海川一点尊敬的意思都没有。 尼海川本就心情不好, 原以为这是对陆家下手的好机会, 没想到父亲却出面阻挠, 如今被这样嘲讽, 忍不住脾气, 冷言道, 你们不也是废物吗? 瞪眼看着岳少云进去, 我们可不在官场, 我在官场, 就一定可以拦下岳少云, 做不到的人, 是你。 龙少依旧不留情面, 出言刺激尼海川。 尼海川用力紧了两下拳头, 你打电话来, 就未说这个。 到底什么事? 倒也没什么其他的, 就是希望你能把岳少云弄出来。 你很清楚, 陆渝已经定死他了, 要救他, 很难。 很难, 那是对我们说, 但是对你不一样, 您可是领导。 尼海川的眼神闪过一抹绿色, 这种被吃定了的感觉非常不舒服, 这个龙少一定要求帮忙。 你书记, 岳少云的身份你知道的, 这一次的事情不处理好, 后果真的会很严重啊, 甚至, 后面的话龙少没有说出来, 语气中已经透出一种, 岳少云出不来就必须死的意味。 你海川沉思片刻, 沉声警告道, 我奉劝你, 不要太过分。 那是岳少云, 小心怒火爆发, 引火烧身。 烧谁是陆宇的事情, 我们有何关系? 毕竟, 我什么也没做嘛。 龙少笑了两声, 继续逼迫道, 你书记, 您看陆志国不顺眼,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么多年忍到如今, 不容易啊。 大好机会在前, 若是还无法废掉陆宇, 把陆志国踩下去, 你们尼家, 是不是也太无能了? 尼海川顿时气炸了, 脸色胀红, 胸口像被扎了一把刀, 一股一股地刺痛。 陆志国是他不能提的隐恨, 同龄人, 仕途上同时起步。 结果陆志国已经在省委书记的位置 都干了几届, 换了三个省, 前面的仕途越来越好, 而自己才刚刚担任书记不久。 再加上丰都县, 两人间接交手, 陆宇崛起, 霓虹超陨落, 尼海川内心早就憋着一团怒气。 冷哼一声, 冷冷地对龙少说道, 你不也拿陆宇没有办法吗? 但凡有一点办法, 也不会跟我如此跳脚, 反复激将吧。 我不动手, 不等于不恨陆宇, 也不等于不报复陆宇, 之前一直不动手, 只是想让陆宇飞得越高死得越惨, 反倒是泥泥书记, 表现着实有些畏首畏尾啊。 尼海川被龙少无情地鄙视着, 已经身居高位, 这样地对待着实气人, 他的拳头一次次握紧, 冷漠地说道, 我建议你还是老实地待着, 这件事情最后未必那么平静。 尼海川说完, 直接挂断电话, 不再理会龙少。 挂断电话的尼海川, 脸上闪过一丝算计的笑意, 并没有刚刚表现出的愤怒和忍耐。 事实上, 尼海川更希望龙少出手, 真让岳绍云这么死在东厄市, 那么, 岳家和陆宇贞就会不死不休, 岳家与陆家的这场冲突, 也会更加激烈。 他的愤怒, 有一半是真的, 有一半是在演戏。 另一边, 龙少清哼一声, 脸上也是淡淡地笑, 他在故意刺激尼海川, 也是希望借尼海川出手, 打击陆家, 到时候浑水摸鱼。 事实上, 此刻的官场、 商场上, 有很多这样的人在蠢蠢欲动, 有想要落井下石的, 也有想要暴打不平的, 还有想要渔翁得利的,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只是, 大多数的家族目标, 都对准了陆宇, 这实在是因为, 陆宇表现得太扎眼, 若是让别人家这么优秀的家族种子继续崛起, 未来, 自己家族的仕途之路, 恐怕会被受到挤压。 陆宇已经在商场上布局, 股市上已经开始反击,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已经有无数把利剑, 从官场上对准了他。 看似平静的事态, 都是暗流涌动。 一夜过去, 第二天, 股市开盘的时候, 月市集团的股票继续疯狂地上涨。 推动上涨的最主要动力, 就来源于沈万青。 沈万青资金到来, 不停地购入月市集团的股票。 大笔资金的涌入, 带动了整个股市的波动, 很多机构, 散户也都顺势跟风, 短线进入, 打算捞上一笔。 开盘不到一个小时, 月市集团的股票就涨停板了。 而与之相反, 盛市集团的股票又一次掉在跌停位置, 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盛东风此刻看着大盘, 脸色很难看, 关于盛市集团昨天被曝光出来的问题, 他没有继续回应, 与长行集团的合作就是真实存在的问题, 无法掩饰。 这样的反应一来, 股市里对盛市集团的股票抛售也就更加地猛烈。 盛林云有些纠结, 他很想做点什么, 局面僵持, 又什么都做不了, 无能为力地养在办公仪里。 月航又一次来到月老的书房门前, 门里, 月老在看孙子兵法, 并没有关注股市上的波动, 似乎股市上所有的变故都与他无关, 股景无波。 月航进来, 月老将孙子兵法合上, 看一眼月航问道, 你说说看, 现在我们该进还是该退? 月航微微一顿, 沉思片刻, 对月老说道, 我建议继续进, 等股市在拉二至三个涨停之后, 我们对外公布减持计划。 这样一来, 就算有波动也未必会直接跌停。 月老听到月航的这个思路, 似乎很满意, 点点头说道, 看来时间都没有磨去我们的锐气, 我们依然都有一种保持不变的霸气。 月航听到月老的, 肯定内心很高兴, 对月老说道, 都是受老祖的启发, 若是没有老祖的启发, 不会有我的今天。 月老脸上的笑容更多, 停顿片刻, 对月航说道, 今天将公司的利好抛一个出去, 让股市对月时更加有信心。 月航立即点头, 老祖英明, 我现在就去落实。 月老微微汗手, 轻轻一摆手, 又低头看输了。 月航离开, 马不停蹄地去落实指示。 很快, 一则关于乐视集团的利好消息, 在股市上传开, 股价又一次开始疯涨。 乐视集团相关的股票也水涨船高, 都在涨停位置。 如今的股市, 人心躁动, 已经疯狂了。 沈万青的眼中都是笑意, 就在这时, 她的QQ闪动两下。 沈万青点开, 看到云淡风轻一个发来信息, 狼来了。 简单的三个字, 沈万青以下目光灼热, 一股股热流, 一股股激动, 一股股复杂的情绪在不断地涌动, 就像是战场上 面对敌人千军万马奔来的将军, 充满了豪情和斗志。 八年了, 终于等来了。 沈万青好半天后低语一声, 整个人变得豪情万丈, 更是战役十足, 立即发出了一条群内消息, 还需要资金, 越多越好。 消息发出去之后, 群里没有人回复语言, 全都是清一色的OK手势, 代表胜利的那个V字。 回复很简单, 但是隔着手机屏幕, 似乎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 此刻内心的狂热, 还有内心的那种期盼。 沈万青眸光闪亮, 深吸两口气, 发了三个抱拳的手势。 大家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 几个手势已经表达了 彼此内心期待的那种狂喜, 那种无畏。 陆宇此刻也看着股市, 对于股市上的剧烈波动, 面色凝重。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陆老打来的电话, 犹豫片刻, 陆宇还是接通了。 嘴张了几次, 陆宇还是喊不出爷爷两个字, 他的内心依旧无法接受这一切。 我打电话没有别的事, 就是想告诉你, 这一次你就放心大胆地去搏击, 无论什么情况, 什么结果都要勇于面对, 不要丢了陆佳人的脸。 你不是孤军奋战。 简单的一句话, 陆老没有直接说出口, 沉默一下将电话挂断。 隔着电话, 陆宇内心极度地复杂, 因为他听出了陆老对他的鼓励, 更是听出了陆老对他发自内心的支持。 陆宇很清楚, 这些年自己在官场上走下来, 陆家暗中出了很多力, 帮助自己很多。 无论如何, 自己身上贴着陆家的标签。 他也不是无情的人, 只不过上一辈的恩怨牵扯了他全部的青春和年幼, 他始终无法接受, 无法面对。 当然他也知道, 之所以能有今天, 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 没有出色的表现。 陆家根本不会过多关注一个蠢笨的后辈。 陆宇沉思了许久, 找到沈万青的电话, 拨打过去。 沈万青看到电话顿时笑了, 自己刚刚说需要钱, 肯定有人告诉了陆宇, 笑着对陆宇道, 老大, 你是不是不放心了? 什么不放心了? 陆宇反倒被问得有些好奇了。 狼来了, 您知道吗? 沈万青疑惑地问道, 不知道啊, 来了不挺好吗? 害群之马, 来了正好, 把他们也顺手解决掉。 陆宇语气中充满了豪情, 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 沈万青本来还有些担忧, 听到陆宇这话, 心中充满了暖意, 用力握紧拳头, 激动地对陆宇说道, 老大, 我没有跟你汇报, 就已经和他们说我需要更多钱了, 他们已经开始帮我准备资金了。 可以, 我还省心了。 陆宇显得非常高兴。 沈万青有些搞不懂陆宇打电话的目的, 试探着问道, 老大, 打电话是有什么指示吗? 我本来想要告诉你这一次, 放心大胆去做就好, 不用担心变动, 没想到你已经开始了, 我就彻底放心了。 陆宇也是受了陆老的启发, 所以才给沈万青打这个电话。 沈万青听到这话, 内心充满了激动, 涌动着一种莫名的复杂,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这才是真正的信任。 以至于他都忍不住激动地对陆宇说道, 老大尽管放心,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让他沉沙折挤, 不仅要报上一次的仇, 更要让他们知道国家利益不容侵犯。 好样的,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需要我做什么, 随时给我打电话。 钱不够, 可以再想办法, 不能辱没了你这个融资狂人的称号。 陆宇还不忘调侃沈万青一句, 哈哈, 沈万青在电话另一端发出大笑, 她的声音中有一种哽咽的激动, 人生寓意知己已足以, 能够遇上陆宇这样的知己, 这样真心帮助自己的朋友, 患难见出的真情, 让沈万青无比愉悦。 放手干吧, 我静候佳音。 陆宇没有多余的话, 却给了沈万青无限的鼓舞。 沈万青放下电话, 再三握紧了拳头, 片刻之后, 手微微颤抖地点开了 PewPew。 找出了一个已经沉默许久的群, 发了一条消息, 王者归来。 简单的四个字发出去, 就像扔出了一颗炸弹, PewPew群内瞬间就爆炸了。 一连串的烟花表情, 既像在鼓掌, 又像表达着对这一切的兴奋激动。 很快, 有十几个人从天南海北出发, 不约而同地朝着沈万青的居住地点, 京都赶去。 若是有人看到这些人, 一定会非常地震惊, 因为他们中任何一个人, 都已经是股市上的投资大鳄, 甚至是很多人眼中的疯狂庄稼。 没有人知道, 这些人曾经都是沈万青带出来的小弟, 他们曾经一起在这个股市上厮杀赚钱, 八年前的一场失败, 沈万青一个人承担了, 以一己之力让他们全身而退。 兄弟情义, 朋友情义, 言轻情重, 他们心里同样演绎着等待已久的好情。 看到沈万青发来的这四个字, 他们可以马上放下一切, 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陆宇并不知道沈万青已经如此着急, 他布置了一个更大的局。 股市上扑朔迷离的, 看起来只是盛市集团和乐市集团两家股票的跌与涨, 天与地。 没有人会想到沈万青他们已经聚集到一起, 开始分工合作, 准备精准打击。 更有人已经开始把大量的资金聚集在了国外的股市上, 而枪口的目标, 就是珍爱基金重仓的诺亚集团, 八年前让他们折挤沉沙的黑手。 表面的平静掩饰了暗流的涌动, 让这一场风波悄然酝酿, 渐渐要走向疯狂。 与此同时, 龙少也同样疯狂, 他在不停地打着电话, 不停地邀请人, 要在股市上再冲击一波, 再斩获一浪, 再住一只巨宝盆。 甚至, 他联系了国外的珍爱基金。 艾克森先生, 很高兴我们能够见面。 富丽堂皇的酒店包厢内, 龙少羽身材高大, 叼着雪茄的艾克森握手寒暄。 艾克森一脸傲然地站着, 抬手扶了扶自己的金边眼镜, 露出了一抹优越淡漠的笑容, 淡淡地回道, 这一次我来你们国家, 是要好好展现一下我们珍爱基金的爱心。 龙少听到爱心两个字, 忍不住哈哈大笑, 对艾克森竖起大拇指道, 珍爱基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珍爱有多么美好, 珍爱有多么高尚。 艾克森听到龙少的这句话显得很满意, 用手夹住雪茄, 抽了一口, 吐着烟圈道, 还是龙少很有眼光, 珍爱基金一定会让大家都感到我们有多么博爱。 艾克森先生, 快请坐, 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说着, 龙少亲热地拉着艾克森的手坐下来, 扩大的包厢, 足以容纳几十人, 此刻只有龙少和艾克森两个人, 虽然有些空旷, 但是两个人身上露出来的霸道气势, 却让这个屋内气势满满, 格外的冷漠无情。 龙少看向艾克森首先开口说道, 艾克森先生, 这一次准备了多少钱, 我准备多少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想不想也奋一杯羹? 艾克森显得很神秘, 对龙少问道。 龙少露出欣喜, 笑着说道, 我当然要奋一杯羹, 更想争取多多的大赚一笔。 既然你也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就一起合作好了,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艾克森说完又一次吸了一口雪茄, 一脸的高深莫测。 龙少脸上笑着, 其实心情不是很好, 他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的是一堵神秘的墙, 冲不破。 只是他内心也有一股贪婪的欲望, 想到艾克森就在自己的地盘上, 如果真的嚣张过度, 他或许可以。 龙少的眼底也闪过了冷漠和贪婪, 毫不掩饰他内心的那份狠毒。 艾克森的眼底都是微笑, 让人看得深不可测, 今天我们两个见面, 是不是该好好地研究一下策略。 龙少爷收起了自己的心思, 笑着看向艾克森说道, 是的, 我们见面主要就是研究这一次 采取什么方法稳稳地赚钱。 赚钱。 艾克森重复一句, 笑容更盛, 还狂傲地说道, 八年前, 我们真爱基金在你们国家 可是狠狠地赚了上千亿, 离开后, 你们国家那个所谓的融资狂人, 沈万青一败涂地。 哈哈, 我唯一遗憾的, 就是不知道沈万青这个人 最后怎么样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艾克森语气中多少带着一丝隐忧, 似乎想从龙少的口中 试探出一些消息。 龙少非常得意, 不屑地说道, 八年了, 估计早已经死掉了, 骨头都该烂成渣了, 要不然, 欠了那么多钱, 他拿什么偿还? 艾克森听到人已死掉, 眼底闪过一种复杂, 甚至有一种惺惺相惜, 不过很快又恢复了。 狂傲地笑着说道, 他的确是一个融资鬼才, 这样的人若是活下来, 在股市上还会是一个高手。 不管他是什么人, 现在已经不在了, 败在你的面前, 他已经化为了灰烬。 龙少不着痕迹的恭维, 让艾克森很高兴。 这一次来你们国家之前, 我已经全面调查过数据, 八年来, 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是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滩头上, 只是很可惜, 没有后浪前浪也死掉了。 龙少说得非常无情, 我记得当年沈万青的身边, 也聚拢了一堆人, 那些人现在似乎还在股市上活跃。 相比龙少, 艾克森反倒表现得很是冷静, 专门说道。 龙少却不以为然, 淡默地说道, 大鱼都死了, 剩那些小鱼仔儿小虾米, 露出网去逃过一劫, 就万幸了, 恐怕都已经吓破了胆, 躲在嘎拉瑟瑟发抖, 缩起脑袋, 赚点小旗而已。 艾克森听到龙少的贬低, 脸上那份担忧也都消失, 微微点头说道, 你说道也对, 毕竟股市非常残忍, 一次的学崩, 不知道有多少人倾家荡产。 当年他们融资失败, 这些人恐怕都有了心理阴影, 再也不会有重新开始的好友。 龙少看到艾克森赞同自己的说法, 显得很得意, 笑着说道, 若是当年没有融资狂人沈万青参与, 这些人都是废物一堆, 如今沈万青不知所踪, 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了眉头苍蝇, 一个个地都要完蛋。 哈哈! 艾克森卸下顾虑, 哈哈大笑, 显得非常轻松, 对龙少说道, 若真如此, 我就可以放心了。 艾克森先生尽管放心, 我们一定可以再次席卷股市, 也一定会赚得拨满盆满。 非常希望我们这一次在股市上席卷, 再一次扬眉吐气。 艾克森的语气中充满了豪情, 心中对龙少却充满了鄙视。 这一刻, 他不仅要在股市上狠狠地割一波韭菜, 更重要的是, 要让华国的股市彻底地产生恐惧,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都没有人敢在股市对抗自己掀起的腥风血雨, 彻底成为主导, 把华国的股市当成提款机。 龙少并不知道艾克森的邪恶想法, 更没有想到艾克森如此贪婪, 他现在想的是废掉路雨, 更想自己狠狠地赚上一笔。 谈话已成, 他抬手打了个响指, 包间的门推开, 陆陆续续走进来了十几个身材妖绕性感的美女, 每一个都气质超俗, 个个可说是绝代风华的女神, 每一个的姿色又各有千秋, 一贫一笑都能让人疯狂。 艾克森看到这排年轻貌美的女人, 脸上放出了亮光, 充满了贪婪的欲望。 龙少一笑, 抬手挥了挥, 这些女人纷纷自觉地落座, 阴歌谚语将麦克森围的水泄不通。 接下来, 自然是美酒美食美女, 人间的一切美好似乎在这一刻都尽情地绽放。 沈万青此刻也在谈话, 召集了她的人, 开始开会布局。 沈万青的目光一一扫过面前的十几个人。 十几个男男女女, 脸上已经没有了八年前的稚嫩, 沉淀了各自的岁月沧桑。 每个人脸上却都是写满了坚定, 还有一种义无反顾。 大哥, 您安排吧。 一个年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 看向沈万青首先开口。 若是此刻有人看到, 他恭恭敬敬地喊着沈万青为大哥, 一定会非常震惊。 因为过去的八年里, 作为股市短线的疯狂玩家, 他已经不知道操控了多少只股票的短线疯狂, 早就赚了无数的钱。 很多人都关注了他, 只要他买入的短线股票, 都有很多人跟进, 不会出现有人赚了, 有人血本无归, 甚至有人倾家荡产。 因此, 股市上的众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做血首。 这个名字就像他本人的性格一样, 非常的冷酷无情。 沈万青望着血首, 笑着说道, 云海, 过去的半年, 的确成长得很多。 李云海听到沈万青夸奖, 脸色微微激动, 眼睛不觉湿润了, 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接着说道, 若不是大哥八年前, 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一切, 我, 我们怎么会有今天? 李云海动情的一句话, 其他几个人也都眼眶湿润, 有个女人已经拿着纸巾, 哭出了声音。 哈哈, 沈万青却是大笑, 看向面前的十几个人说道, 你们不应该哭泣, 股市上永远有的是血雨腥风, 不会给人哭泣的机会。 几个人听到这句话, 相视一笑, 脸上重新恢复了严肃,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的自信。 大哥说得对, 这一次交手, 我们一定要一雪八年前的耻辱。 几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 相宾开口说道, 沈万青看向几个人中, 身材瘦小, 戴着眼镜, 不显山不漏水的相宾, 说道, 过去八年, 你的成长也非常的快, 尤其是在黑客技术上, 我看你已经一次次地在国外的股市斩获颇风。 相宾被沈万青这样评价, 显得很高兴, 他很坚定地说道, 大哥, 我把我赚来的几百亿, 全都准备好了, 这一次就算损失光了, 我也无所谓。 相宾的一句话带动了情绪, 其他几个人也纷纷开口表态。 沈万青看着这些兄弟, 内心很感动, 八年前自己承担下那一切, 给了这伙人喘息和成长的机会, 他觉得无怨无悔。 大哥, 还是说一说, 这次我们到底如何布局吧? 李云海的语气非常严肃, 认真地对沈万青问道。 这一次, 我们投资的核心思想, 就是保证国内股市稳定, 也有可能血本无归。 沈万青的话出口, 十几个人瞬间全部坐直身体, 没有任何一个提出疑问, 相反都纷纷点头。 八年前, 我们欠股民一个交代,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维持股市的稳定, 哪怕把我们所有拥有的都压上, 也义无反顾。 沈万青看向几个人, 语气非常坚定地说道。 几个人再次点头, 深情激动, 甚至握紧了拳头。 沈万青又看向李云海和相斌, 冷静道, 你们两个负责国外股市, 这一次, 我们要针对珍爱基金重仓的诺亚集团下手, 把所有在国内股市亏损的, 全部从国外股市得回来, 最好让诺亚集团就此倒闭。 大哥英明, 十几个人齐声高呼, 眼中充满了兴奋的战意, 大翻盘的豪局, 让在座的狂喜不已。 这些人心中都憋屈八年, 忍受了无数的痛楚和屈辱, 那是一个人被压折了腰, 不得反抗的前耻。 沈万卿的心中同样有些激动, 看向众人说道, 这一次, 不管我们在股市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你们都放心大胆地去做, 因为我们背后有陆宇支持。 李云海等人听到沈万卿的这句话, 全部一脸错愕, 纷纷看向沈万卿问道, 大哥, 难道八年前是陆宇帮你渡过了难关? 沈万卿点头, 没错, 八年前若不是陆宇帮我渡过难关, 我不会活到今天。 之所以我们聚在这里要出手, 不仅仅是为了盛世集团, 更是要帮助陆宇, 支持他一心为您的情怀。 太好了, 这一次能和陆宇并肩作战, 我们就更有底气, 也更有雄心壮志去获胜了。 李云海有些兴奋, 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其他几个人同样激动和兴奋, 我们开始分工。 沈万卿放下激动, 兴奋, 开始对几个人进行分工。 很快, 他们就分工明确。 李云海带着五个人飞往国外, 准备抄后路对真爱基金下手。 沈万卿则带着剩下的六个人留在国内, 要在国内的股市上对艾克森进行围剿。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已经越来越激烈, 也越来越紧迫。 第二天, 股市依旧照常地开始了。 开盘以后, 越市集团又放出了一则利好消息, 越市集团的股票又一次开始疯狂地大涨。 与此相反, 盛市集团股票一开盘又开始狂跌, 很多股民都在疯狂地往外出售。 沈万卿看到这一幕, 笑着看向旁边一个人说道, 郭辉, 看到了吧, 你现在就以海森基金的名义对外宣布, 开始购买盛市集团股票。 郭辉身材胖乎乎, 脸上笑眯眯的, 听到沈万卿的安排, 立即打了个响指, 还吹了声口哨, 兴奋地就像一只贪嘴的猴子, 显得很憨厚可爱。 他的样子把其他人都逗笑了。 郭辉圆圆的脸上, 瞬间恢复了严肃, 说道, 都别笑, 我等这一天都等太久了。 他声音有些哽咽, 说完以后, 转身就离开。 他转身的一瞬间, 在场的都看到了他滴落的眼泪。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了八年, 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过于漫长, 溃为男人的漫长等待。 沈万卿没在说什么, 他的眼中也是充满了复杂和决绝。 很快, 郭辉的海森基金就对外宣布, 要重仓盛士集团股票。 这公告一出去, 让原本已经被撕咬得惨不忍睹的盛士集团股票, 瞬间回暖。 各路资金纷纷跟入, 跌停板上的盛士集团很快疯涨, 眨眼间油绿变红。 整个股市瞬间死灰复燃, 众多围观的股民热血沸腾。 妈的, 海森基金是不是疯了? 龙少一直在关注股市, 也在等着盛士集团被深入打击, 到合适的时机介入。 龙少很清楚, 盛士集团的股票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盛士集团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集团。 怎么都没有想到, 海森基金竟然扬言购入盛士集团股票, 在这样下跌的时候, 如此光明正大的来站出来。 旁边的艾克森也是面色严肃, 目光犀利地注视着大盘, 他的人已经开始介入, 不过他买的不是盛士集团, 也不是悦士集团的, 而是银行发行的股票。 按照艾克森的计划, 他要大量购买银行股票, 银行股票拉升之后, 再把银行股票全部甩出去, 低入高出, 不仅会大赚一波。 重要的, 那时候将会带动整个股市波动, 一旦动荡起来, 大部分连带股票都会跟着下跌。 银行必然会筹集钱, 维护自己的股票, 根本就不会分出财力, 解困其他公司的股票。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趁机, 把那些受到波及的股票抄底, 拉升一下, 反复赚上一大笔, 这么一圈全面收割下来, 哈哈。 艾克森的策略非常明确, 对于海森基金突然站出来, 大胆意外, 有些匪夷所思。 艾克森先生, 这个情况, 你看我们怎么办? 龙少看向艾克森语气急迫地问道。 艾克森点燃一根雪茄, 吸了两口, 面上充满了深水般的凝重。 龙少没有在说话, 注视着艾克森, 眼神中都是期待, 等着艾克森拿出应对之策。 许久之后, 艾克森对龙少说的, 盛世集团的股份已经下跌了一些, 路于买入, 必然拉升一波, 我们也可以顺势赚一笔。 龙少点点头, 我们干脆跟着介入, 盛世集团的股票逆势起来, 我们赚一波钱出来之后, 再反过头来打压盛世集团。 艾克森做出决定, 没问题, 龙少心中非常欢喜, 立即打电话安排人, 马上购入盛世集团的股票。 艾克森也安排人动手, 购买盛世集团的股票。 海森基金站出来, 放出资金, 盛世集团的股票就开始疯涨, 而如今这些人的介入, 让股票涨得更加快速。 郭辉看到股票开始大涨, 他的眉头反倒皱了起来, 立即看向沈万青说的, 老大, 盛世集团的股份突然有大量的资金介入, 我怀疑有些人想要趁机操作。 沈万青也通过软件监控之后, 对郭辉说的, 盛世集团股票之前跌幅很大, 行事一变, 估计一些短线想要介入。 盛世集团本身就是一只纪幽股, 要是跟着陆宇短线操作一下, 的确是有利可图, 这会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呢? 郭辉看一眼沈万青, 说出自己的顾虑。 沈万青微微沉思片刻, 对郭辉说的, 你这边就正常购入, 我来部署其他。 郭辉点点头, 没有询问沈万青具体要部署什么。 沈万青出来, 找到陆宇的电话, 拨打过去。 陆宇接通沈万青的电话, 直接对沈万青问道, 是不是股市有什么波动? 原先基金宣布, 购入盛世集团股票之后, 现在盛世集团的股票 有很多资金跟风介入。 沈万青没有说自己的想法, 只是对陆宇诉说眼前的情况。 陆宇微微沉思片刻, 对沈万青说道, 你们的购入计划不要打乱, 可以趁机出手, 让郑总购买盛世集团股票, 一方面打压股价上涨, 另一方面还可以获利。 沈万青闻听大喜, 对陆宇说道, 我也是这个想法, 正要和你商量。 可以, 这样一来, 就能放出一批想要从中解套出来的股民, 给他们出来的机会, 另一方面, 也会让对方恶意收购的成本增高。 陆宇的语气, 充满了坚定。 好, 就按照你说的这样部署, 手中的股份出去之后, 我们购入这些股份, 又能反过头来, 进一步维持股市的相对稳定。 没问题, 我这就与盛总沟通, 让那边做好准备。 陆宇说完挂断电话。 沈万青回来, 看向郭辉说道, 立即开始疯狂收购, 一定要保证盛世集团的股票稳定回升。 老大放心, 我现在就处理。 郭辉得到指示之后, 变得更有信心, 快速地安排下去, 操作收购。 陆宇此刻拨通了盛东峰的电话。 盛东峰此刻也关注着股市, 看到海森基金流入, 他立刻知道这是陆宇的安排, 内心充满了欢喜。 一接通电话, 盛东峰就笑着对陆宇说道, 我这个好女婿, 果真表现得非常优秀, 给我省心很多。 陆宇听到夸奖, 心中同样有些感动, 笑着对盛东峰说道, 爸, 我已经给沈万青说过了, 他们将会在股市上继续收购盛世集团的股票, 现在外部资金也介入了, 您可以把之前收购的那几百亿往外甩卖, 压制住股价, 同时也挽回一波获利。 盛东峰听到陆宇的这个建议, 哈哈大笑说道, 这样挺好, 能让很多股民稳定心态。 止损的同时, 也减少他们的损失。 是的, 争取用盛世集团的股票波动,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 减少其他股票的波动。 陆宇的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放心吧, 我现在就安排人操作。 盛东峰说完, 挂断电话, 立即打电话部署。 很快, 盛世集团的股份就开始了拉锯式的上升下降。 起起落落的线条, 让之前一路下跌的盛世集团股票起了变化, 相对平稳了很多一些。 对上市集团股票心存恐惧的股民也看到希望, 不再那么恐惧了。 艾克森与龙少没有多想, 他们以为就是海森基金在操作这一切, 所以, 他们放心大胆地继续收购。 另一边, 在国外的股市上, 李云海等人已经收购诺亚集团的股份。 艾克森的真爱基金, 注意力都在华国的股市上, 并没有留意到那边股市的缓慢波动。 此刻, 越航已经满脸阴沉, 来到越老的书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